今天煎煎煎不活了 做皮凍了 把洗好的肉皮给它放到凉水的锅里 加一点料酒去腥 你们买肉皮的时候千万要看得点 有的猪毛太多了 然后给它用筷子能扎透就可以 大约5分钟 然后给它捞出来过凉水 冲洗一下 做皮凍处理猪毛 这个肉皮有点多咱们用不了 咱们就用两小块就可以了 过一下凉水 老天爷如果说你买的这个猪皮毛特别多 一个选择是叶子 但是得捏一会儿 然后再要么咱们就选择这种刮糊刀 把它刮干净 以前叶子都是会割叶子 但是这一个一个太费劲了 然后呢咱们给它劈开一下 这边的毛呢 如果不是特别多的情况下 咱们可以割刀简单的去给它抗一抗 注意这个是重点 肥油一定要刮下去 肥油一定要刮下去 不要 上面这一层肥油 要给它弄掉 就给它弄成这样式的 一定要把肥油给弄下去 然后给它切成小条 至于这个条有多宽 随意切成小条 另外的肉体呢咱们撒上精盐 然后白醋 少来点就行啊 然后再放一点点的食用面碱 没有了省略掉 然后就这么抓 就这么抓 揉错 目的是把咱们的油脂 给它揉捏出去 然后倒入温水过洗几遍 这个就是过洗几遍之后的肉皮 非常清亮 水是清透的 然后锅中是放凉水 然后把肉皮倒进去 重点来了 是一斤肉皮 六斤水 这小锅放不下那么多水啊 腌子加了好几次水 最好在家里用大锅 锅里 锅底下放一个壁镰 然后这样子就不粘锅了 那就放心上它煮 即时两个小时就可以 接着腌子做的清淌了 就这样 没放其他的调料 然后把它盛到一个小盘里 如果有方盘更好 放到方盘里 皮冬都已经做好了 小红星点亮没 用我42年的刀工 把它切成了这个样子 熟食不咋地 错误看吧 然后咱们整点蘸料 蒜末 少放一点点葱花 然后放上酱油 腌子放的是味极仙 然后一点精盐 一点白糖 然后再来一点点的味精 蚝油 再来点陈醋和香油 最重要的是辣椒油 没有辣酒了 那说了一口老香了 那说了一口老香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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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